MING PAO TORONTO 這個聲音就不太想笑了 人家就來到這裡 在拍一隻遠東山鳥 近一點這隻叫做藍絲稀微 那隻就叫櫻娟 現在香港就有572種 有沒有說大概你會聽多少種 保守估計可能三百多種 七百萬種生活 我的生活是無時無刻都在看獎 哈囉早安 早安Banfiel早安凱玲 很早我們現在先報報時 現在是7點正 就是看獎就要這麼早 其實可以再早一點 即是已經算遲了 算遲了 已經算遲了幾點才早 應該六 不是真的是天光那一刻 他是Matthew 是一個非常喜歡看小鳥的人 身邊的一個是他太太海玲 結了分兩年 他們兩個無時無刻都留意著身邊的小鳥 一會兒你們就會見識到 現在是這棵樹的 剛剛飛來了 剛剛飛 看到紅色 紅色 兩個男生 做甚麼呢 打架 很可愛 對 他們一坨在那裡 對 梳毛 現在很漂亮 向著我們 現在很漂亮 剛剛還差五種 就到五百種 其實去到四百 八十種以上 就開始越來越 要加一些新的品種 就很難 Matthew對雀仔這麼著迷 當初他為何會開始穿官鳥呢 就要由二十五年前 和爸爸一起去九龍公園說起 其實是我們兩個 一起同時間開始的興趣 那時候是有些機緣巧合 九龍公園有很多紅殼 他就買了一本雀仔書 買了兩個網鏡 我就開始在那裡看 你想一下 每個星期 兩父子可以一起去公園 也是 這個時段是挺開心的 那時候 我爸爸就買了一批雙桶望遠鏡 大過這個 我記得很大過 不知為何他會買這麼大過 然後就小過 背著一條頸 就超重 但又超開心 經常見到那些鳥 都是黑色的一顆點 為何你這麼容易可以感受到它 我經常形容 有些像在旺角鬧市之中 見到一個朋友 通常見到背影 你都會認到它 我們見慣見熟 就開始會知道 誰打誰 不過呢 其實有望遠鏡 都不一定會看到雀仔 因為他們距離很遠 又移動得很快 很少會站穩穩地給你看 紅耳璃 其實我們先看到它的紅屁股 看到它的時候 又要夠快拿得起望遠鏡看 其實都很難做到 至少我就做不到 其實我們現在上面 有一隻叫做 叉美太陽鳥的雀仔在那裡叫它 有個位置 在對面山 那棵最高的松樹 右下角 右下角 那棵篤樹頂 飛了上松樹那裡 你們的眼睛是否有特別構造 攝影師看不見 看不見 看不見 放棄 鄧欣 看不見 麻鷹 其實他在六歲的時候發現有讀寫障礙 自信心一直都很低落 對 但是那時候就不知為何唯獨是 好像默書 怎樣溫極書都溫不到 努力 還有成果不太成正地 因為我的數學是其差 然後那時候數學老師就見 即是家長日 見到我媽媽 他就直接跟我媽媽說 其實你兒子我真的教不了 你出去幫他找步驟 他是放棄 那一刻是被遺棄的感覺 我覺得這件事到現在還很深刻 大自然裡面就沒有什麼分 即是不用看成績對錯 就算你認錯了 就下次再認過 學意上可能很挫敗 但這件事就會令我多一些自信 好像覺得不是所有東西都很差的東西 對 十歲左右的一些畫 這些是尺褲鷹 這些是當年會見過的鳥 或者是草蘆 這隻是湧鴨絲 差不多每個星期都會出去 上學都會看鳥 那時候上學 就是學校在一些近山邊的地方 所以有時候都會有些鳥 對 小色就這樣 就去有鳥仔的位置去看 很自閉 自閉仔 小時候有一段時間 被同學笑 起了花名叫爵士頭 他經常覺得 他經常看鳥仔 一定會被爵士打 但其實沒有 但又被人改了花名 那時候是不太喜歡的 那時候覺得 我喜歡這件事有沒有問題 雖然說是來觀鳥 但其實除了要一眼關七 連耳朵都很忙 因為要聽著不同的鳥仔聲 來找鳥仔 有隻很漂亮的鳥仔現在唱歌 對 它叫做海南南翁 那它是這個色 對 應該是白腰鳥 你要扮得好似 鳥才會離你 我還沒試過印沙馬 它應該不是真的很想來我 對 很好聽 它其實很多變耀的聲音 對 最後可能是叔叔在吹口袖 大部分人覺得鳥仔叫聲聽到差不多 但對於Matthew來說 當中是千變萬化 為了可以辨認到多點叫聲 他的電話就傳放了大量的鳥仔聲 有時間就會聽聽 平時記生字計數頭都痛 鳥仔叫聲竟然可以記到三百多種 橙頭地東 怎麼叫 橙頭地東 咦 我真的早前錄了一個音 因為它的叫聲很好聽 我真的霸不到 這個很好聽 大家可能去旅行都會去看看 哪裏吃東西好 哪裏有什麼玩 但我就會下載那個地方 我想看什麼鳥仔的聲音 即是記熟了那隻聲之後 我如果去到那裏 聽到那隻聲 我就知道是那隻鳥仔了 我就可以去找它 例如香港的鳥仔聲 你聽到 我會知道是什麼鳥仔 我就好像認識到這個語言 但你去了外國 真的是另一個語言 所以我就要重新再學到那裏的語言 我想真的未必 每個人都會好像Matthew那樣 對鳥仔鑽研得這麼深入 但最難得的是 連他太太都跟他一樣 對鳥仔這麼著迷 不單止好欣賞他看鳥仔 還跟他自趣相投 我相信海玲 你的椅子後面掛了一個忘記鏡 是 是 一陣間 隨時 隨時看有沒有鳥仔飛過 大家可以一起看 你們兩個看到而已 我當時是普查班的錯過 好像很厲害 很想和他一起看鳥仔 他在對面的山谷 看到鮮紅色的鳥仔 他就立即可以知道是什麼 然後後來就發現 香港全身鮮紅色的鳥仔 穿得兩種 被他騙了 騙了我第一印象 是 那便 那便 青紅色的鳥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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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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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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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小時候開始喜歡昆蟲 甲蟲 拍蝴蝶也有喜歡過一段時間 我自己本身對於昆蟲的認識 就真的不太多 變了好像有些互補不足 可能是我的不足 你有沒有什麼不足 說了那麼久 不如實際一點 考考考他們兩個 哈哈哈哈 好害怕 是Chris來的 不是 然後出街就會很醜 對啊 全部都錯了 你試一下 紅耳莉 OK 反嘴鬱 我準確一點 反嘴鬱 與他的倒影 唉… fot 這個是一隻金頭鋒魚 金頭鋒魚鵬 嘩這些隻 黃福山之鵬 黑鯉醋味 紅貓獎 沒有了 那又簡單了一點 如果香港常見到的鵬 基本上都認得到 兩個人難得這麼合拍 Maphew和凱玲在2018年 就一起開這個項目 分享一些不同的小鵬 和動物的知識 有時候都會做官鳥道上 其實剛才都有幾種鵬叫 應該最大聲的就是一隻 剛才有沒有聽到一個 這樣叫的 嘩我們第一個紀錄 是草露 它是在牽著的小鵬 兩個小鵬 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這隻 應該是我們田裡 其中最漂亮的小鵬 飛了 走了 快點快點 去到後面 去到後面 自己對於香港整個大自然 各樣東西 對於這裡的生態 都是有一種感情的 我覺得 有一種很特別的感情 都始終覺得這裡是我們自己的家 對於這裡 土生土長的動物 都是有一種特別的偏好 我覺得 我也會希望這件事成為 我們推廣到的其中一件事 那時候在英國讀書 真的出去看了一陣子 全部都是自己一人出去走 都沒有其他同學說很想 那時候都經常會覺得很 其實真的有點 固彈的 如果不是 跟它一起 應該都未必會開 這個項目 射雕啊 射雕啊 射雕很近啊 剛才真的它 在正頭頂 都會的 我覺得多了一個人 可以馬上分享 而且我覺得 一起找到這件事 會成為一個共同的記憶 是會好一點的 我和你調算 是不是聽到很多 聽到很多 原來是望遠鏡的問題 哈哈哈哈 我和你調轉 我現在看到 嘩 好像樣 現在世界不同了 世界不同了 對呀 好像樣 我們頭一個 你都沒有教過 哪一隻 白色那隻 嘩 白露 超白露 喂 厲害 由Nathalie今早的迷惘樣 然後可以改變 現在 是個主來的 對呀